不管是精緻日式小火鍋 還是高檔自助料理 這些統統都是過去 賺巴黎旗下老饕最愛名單 沒想到各分店 全在今年一口氣收光光 手裡有餐犬的民眾求償無門 就打電話去定位嘛 結果他就跟我們說 已經就是已經就變成 沒辦法使用 最後是打電話去問 他們就是推得很乾淨 覺得很不服氣 手裡拿著僅存的一張餐犬 更慘的是 疑似被刻意誤導 在簽收欄位簽了名 實際上根本沒拿到半毛錢退款 這下換來廢紙一張 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樣子在做什麼 沒有意義的一張紙 但是撥電話去全部就是都必談 必談說要收起來這件事情 沒有人說提到任何說 他們要結束營業這件事情 完全沒有 那打去也只說 那你就把票件寄回去 受害者不止一元 被要求寄回餐犬 消息卻石塵大海 一再質問卻得到 這樣的結果 我們一樣照冊啊 照冊屬於那個 應付帳款的部分 應付盤的部分 那所以 對 交給 交給董事會 實際走訪 鑽巴黎發機的主委店 已經人去樓空 還提上出租布條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 語音信箱 受害者遍及北中南 還有人拿出一大碟60張餐券 當初花了三萬塊錢 卻一口也沒吃到 被害人指控 鑽巴黎先是用可以退款 等話術方式 實際上卻收走了 唯一可以作為平整的餐券 甚至最後要消費者 自己找消保官 卻對於店家倒閉 隻字不提 消費者原以為買餐券 撿好康 這下欲哭無淚 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業者兩手一攤的態度 這一回一個個傾身而出 就是要替自己逃亡公道 記者機關紅李杰 橫慧榮台北報導 臥